民眾拍下結實累累的波羅蜜樹上 居然有人爬上樹上不怕危險 手裡拿的工具直接割斷果實 為了擔心果實掉下來 下方一名男子先鋪上緩衝設備 原本以為是在修剪樹木 但其實這兩個人在偷摘果實 就漂漂亮亮外縣市的人 還有美國人也會來看 他好像去年 去年有修剪之後 長得非常非常茂密 這一棵位在中正公園波羅蜜樹 是已故前中原院院長胡氏 在民國42年親手栽種 是棵70年的老果樹 但卻有人動起了歪腦筋 居然冒險爬樹偷摘果實 那這棵波羅蜜 是我們基隆市列館的53株的老樹 其中一株 依照我們基隆老樹及珍貴樹木 保護自治條例 任何的從事任何的栽取或其他的一些行為 如果有妨礙這個老樹的生機 或妨礙它生長的話 那到時候可能會依照我們 依照這個條例的第14條 我們會劃緩3萬以上 10萬塊以下的一個劃緩 老樹果實累累 但卻遭竊 行徑都被民眾拍下 警方巡線追查 不到一天就抓到兩名嫌犯 廣傳本市中生公園處波羅蜜樹果實 在26日遭兩名男子竊取 本所據報後 火樹辨識出兩名男子身份 並通知到人說明 經過清查 共有兩顆市價約800元的波羅蜜樹果實 遭竊 經過警巡後 依法寒送基隆地方檢查署申辦 原產自印度的波羅蜜樹 平均每顆重12到18公斤 常被誤認爲榴蓮 果實具有香蕉、芒果、鳳梨等多種氣味 兩名嫌犯爬樹偷摘波羅蜜 自以為賺到800元 但下場是付出更大代價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